我們先稍微複習一下上個禮拜所提到的就是要怎麼樣增加樓層 那麼平常的話呢 平常的話呢各位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因為現在有增加的樓層所以在這邊就會多出這一個 這一列跑出來但是平常事實上是不會 那怎麼辦 怎麼樣增加第一個樓層你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右鍵 也可以在平面圖這裡按下去之後 在他的最下方 就會看到這裡有增加樓層跟再相同高層增加樓層 那這兩個其實 功能雷同 那但是第二個就是 在同一個樓層也就是一般講的樓中樓 那你一般的大概我們就先用這一個 當你有增加過之後 就會在上面這裡看到 這個工具鏈 以後你就從這裡增加就可以 那各位呢要留意一下就是 我們平常的話 平常的話呢 在這邊 一個樓層 原本我們牆壁的高度 就是250公分 那他會有一個 就是地板的厚度 14公分 所以呢大致上 第二層樓就是在 由這個再往上蓋上去 好一樣250公分 這樣繼續蓋上去 好大致上的概念就是像這樣子 那 增加樓層之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增加樓梯嘛 所以樓梯就是在下一層樓 好那跟我們 之前用 門 跟窗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 那 樓梯呢 他跟門窗剛是接近的 就是說 我們門窗是碰到牆壁會打洞 那樓梯是碰到地板會打洞 所以你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進到這裡 好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看到他確實在這邊就有一個 洞在這裡了 好 再來就是我們上次有提過 你如果像這樣 已經有牆壁 有樓層之後 當你切換到不同樓層 他會只看到那個樓層以下的 他會只看到那個樓層以下的 所以我現在切到 一樓 你就看不到 原本有二樓的 我切到二樓 他就會看到二樓以下的 好這是 目前他的顯示方式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有點麻煩 你也可以怎麼樣 就是 把 下面這裡 我們在這邊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裡有一個叫做修改3D視點 我們可以把牆壁的透明度 稍微修正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你就不用每次都那麼辛苦要這樣看 你就可以從外面直接看穿 好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使用3D裡面呢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做 調整 可能你在看的時候會 更清楚一點 不見得就是每一次都要 由上往下去看他的 擺設 好那等你 OK了之後再把他怎麼樣 放回來就好了 好這個是 給各位先 說明一下 那我們上禮拜大致上是講到這邊 這個部分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好 那我們繼續往今天的 進度囉 我們 如果還在增加樓層我們就從這邊再增加 好按下去 那麼你增加了之後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上面這邊 你可以點兩下 我們剛剛比較重要的 就是跟各位提到了 你在這裡的時候 它裡面 其實是有提到 幾個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所謂高層 然後在樓地板的厚度 對 剛剛更正一下 我們牆壁的那個 厚度 是12公分 就樓地板的不是14公分 牆壁本身的厚度是14公分 但是樓地板是12 那在樓高就250 好那你了解 這個之後啊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 一樓 就是從哪裡 就是從這邊 這裡是0 往上 好往上 蓋了 250公分 再加上一個樓地板的厚度 12公分 所以第2層樓要從哪裡往上蓋 第2層樓是不是要從 262 就是這裡 好往上蓋 250公分 那第3層樓就是一樣的 有沒有 從524 就是這邊又有一個12公分 所以它就從這邊再往上蓋 這樣各位應該比較清楚了吧 好有人在大廳等待 抓購買 好還有沒有誰還沒有進來的 剛剛那個是誰 有嗎 如果還有的話 可以幫我邀請他進來一下 應該是不用啊應該是你們進來就OK 有沒有有沒有同學是 還沒看到的 有同學有幫我開始錄製了嗎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OK那我們繼續一下囉 好 所以 你在這邊如果有需要的話你也可以調整一下樓層的名稱 好因為我們在 台灣你還是 跟他們不太一樣 我們在這邊用的是樓層 我們一般都講一樓二樓三樓嘛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邊的話你可以自己改名稱 這樣 就知道 怎麼樣增加樓層 那 記得 你增加之後啊 其實你會看到的就是這樣灰灰的 這個不是你這一層樓的 是誰 是下一層樓的 這個是下一層的 也就是 你現在看到是二樓的 他只是顯示出來給你看 至於說為什麼這個燈還可以編輯 是因為他的高度比二樓還高 也就在他的 二樓的 這個範圍裡面 他的樓高的範圍裡面 所以他就可以看到 你看我們在這一層樓數就沒有了 對不對為什麼 因為數只到了這一層樓 的高度 所以上面 再上去就沒有了 好這個是 怎麼增加樓層的方式 所以你要二樓三樓 那就很單純就可以再把它增加上去 那格局啦你就可以自己再調整一下 好這個是 我們在 增加樓層的部分呢你可以像這樣子 去使用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沒有問題的 去按個一吧 你們不會按一喔 有沒有問題 還好吧喔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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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